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我前幾天預約了Gogoro的試騎 那我這次到試騎的是Gogoro S2 那S2這台呢是在五月底 所發表出來的新的Gogoro的電動機車 那我很想體驗一下新車 然後又體驗一下何謂125的電動車的感覺 那其實以前有騎過電動車 差不多九歲十歲的時候是騎我同學家的電動車 然後電動車是很舊很舊款的那種 就大概時數大概30幾快40幾吧 然後那個還蠻重的 然後它的電池很大顆的那種 有些人有稍微玩過一下 那我要去Gogoro的經銷門市 然後來體驗一下何謂的Gogoro的電動機車 它的魅力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就帶回見囉 иться不來 然後來體驗 AND 增加労裡面 辅沙門市 那完全把琴帶出來 就還要很溫暴 然後來體驗 第三天 底部 後來體驗 這就是我們馬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嗨 各位 现在呢 我已经到了国国的经销门市 那我们待会进去里面 然后我有预约事情 预约事情吗? 我有预约事起的 预约事起的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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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你 好 有戴安全帽嗎? 有 你要用自己的還是用? 我用自己的好了 好,車腳架幫我提起來 提前 那一手按煞車,一手按夠鍵 煞車按夠鍵 那這邊顯示是數字,就是代表把它打啟動 你就可以啟成了 那這是警示燈,前後都有 那待會你出去的話,你可以試試看這個按鍵 按下去有一個方格,起步的時候會比較快 哦 那你按掉,按綠色的Smart,那它起步就會比較緩和 就緩和 對 好,那這是遠燈 遠燈 然後這顆超車燈 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左右方向燈整個轉彎回正 它會自動消掉 哦 對,像汽車一樣 如果說沒有的話,同一個方向按掉 對,喇叭 然後左邊裡面有一個按鍵 一直按著 對,要一直按著 它會輔助你到車 對,那待會兒出去就這樣 繞一圈,五到十分鐘 好 那側腳架不要提下來 好 側腳架提下來,它就是變成說會斷電 那如果時間到了,它就會整台車會自動斷掉 哦 好 OK,好,謝謝 好,謝謝 好 拜拜 好差哦 好差哦 好 現在停車狀態,根本沒聽到音響聲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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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路 靠近路 超酷的 超酷的 在騎的狀態下 我覺得跟一般機車差不多 只是它的引擎真的很小聲 超酷的 主人 超酷的 回頭 加速 加速 高屏 在家裡算了 我現在都在家裡 我現在真是很冷 我現在才會看見 我現在才是說 呢 2 2 2 3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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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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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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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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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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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跑 它在運作 像是我朋友在騎電動車 它電動車是連啟動 那個吹油門的聲音就是很 很小聲很小聲 都沒注意都感覺很容易發生意外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設計是 它的安全考量在啦 這個是以我的論點來說啦 再來呢它的加速度 我覺得它的加速度真的比 一般的機車它的反應很快 我這邊它的DM 這樣寫的是直線加速 0-54.3秒 我覺得有到 然後它的奔馳 極速到90公里 我沒有體會到 因為真的在市區這樣騎 你根本沒有騎到時速90 你可以騎到70 就投銷了 然後它有讓我感覺 是有125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點讓我有感的就是 它的SBS 安全同步煞車系統 因為我煞車的時候 我只要輕輕一喊 一喊 就煞 就是很容易就是你可能 騎快 然後一喊 前面紅燈你要一喊就很喊 它就是直接就可以停著 然後停著的時候不會直接這樣晃一下 就是直接讓你停著 我覺得它煞車真的很好煞 比我的機車好煞很多 然後還有 我覺得它很酷的地方就是 儀表板 顏色可以改 然後它可以用APP控制 就是所有的裡面內容的參數設定 幾乎都可以從手機控制 機車 做不到的事情 像我舉例說 APP的話 它可以開啟自動箱的蓋子 就是做電 然後可以開啟車子 關掉車子 就是電打開 呈現發動狀態 然後還有呈現 可以讓它關閉狀態 然後還可以測量說 你的車子 騎多久 你這顆電池 騎的 單公里數 然後剩餘多少電 還有一些包養 你什麼時候要該包養 還有一個裝置就是說 還可以偵測 你的車有沒有被弄倒這樣子 因為我們車倒了嘛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手機的APP 你有跟它綁給你之後 它會通知你 你的車有倒過 我覺得這個點真的是 讓我覺得 很 很強大的一個地方 還有 就是它的方向燈 讓我感覺也是很帥 它的方向燈在騎的時候 像 我們在騎機車 我們要左轉 騎過去左轉之後 震的時候 就要自己手動關掉嘛 那Gogoro呢 它不用 它直接你轉彎的時候 你車子有一個傾斜度之後 回震它就自動關掉 像汽車一樣 可是汽車是用方向盤的原理 它就打方向燈 然後轉過去之後 回震 它就自動卡起來 那種 類似這樣子 可是 這一次我在騎的時候 沒有每一次 它的燈都關掉 可能是 我的彎的幅度沒有很大 還是 什麼原因 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外觀 我覺得還OK 剛開始看其實 講難聽點 它真的 好醜 我覺得 越看越順眼 因為感覺 它的前側燈 跟它的後側燈 就感覺很像那種 熱狗寶 那個野馬那個感覺 要不然就很像那種 香腸嘴的感覺 我感覺真的很 很酷 很可愛這樣子 它外觀也是 讓我吸引到了一點 這樣短短的15分鐘以來 的心得啦 真的騎15分鐘就好短 可是我希望 我希望是 未來呢 可以再多多騎 騎它 可能搞不好有一天 我就把它砸下去了 只是要等到這一天到來的時候 我就來開一個 Gogoro的開箱 可是 這個可能要非常非常久以後的事情 非常久 可是要看我有沒有這個錢去買它 然後也要看我 真的有沒有下定決心要 騎它了 對 然後 現在呢還是在 在觀摩狀態 還是在了解這台車的狀態 我還會再去網路查一下 呃 這台車的一些 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影片都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那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按個讚 然後想知道我更多內容的呢 請按個訂閱 不要忘記我開個小鈴鐺 那我們就 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我們會不會去網路 我們喜歡烹索的小鈴鐺 我們會先去完成 我們就可以沒有錢 我們不能在中的小鈴鐺